新住民人口即将要突破50万大关 那么立法院现在在今天出审通过了移民法的修正草案 将外国人规划条件当中无犯罪记录 现在放宽变成没有警察刑事记录证明之刑事案件 那么另外具体规范品性不端的定义 而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等等的专业人才 可以免放弃原本的国籍直接规划我国国籍